我今天这个发型我还挺喜欢的 前面这两个有特别的修饰脸型 如果颧骨高的姐妹们可以试一下 那今天呢就是要给你们分享 我最近勾出的一些彩妆部分呢 都是网上认识比较高的一些东西啊 然后像口红什么的还挺多的 首先呢是我收到之后用过两次的 我觉得是一个小众宝藏 就是一个按摩霜 这个是一个小众的牌子叫She Moment 外面的包装呢都是这种磨砂的 看起来超级干净的这种 它里面的这个质地 我觉得很像是我们护肤品里面 用到的乳液的那种感觉 水搭搭的 它吸收到皮肤里面之后呢 它又不会说很黏 在晚上去用的话 你完全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身体乳 下面呢它是带了一个按摩头 很像是小猫小狗的那个肉垫 那用的时候就是 我们要旋转180度 挤一下这个产品它就会出来了 它这个面积刚好是够我们的手臂的一个面 消肿效果非常快 我自己是有打算去回购的 非常推荐给你们 那再来就是HERA的黑气垫 这个呢是一个新版的 那里面的东西啊就是一个气垫 还有一个替换妆 全黑的 然后它是一个吸铁石的这种 那里面呢都是有一个大大的镜子 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这种薄薄的粉铺 色号选择是17N1 Avery 我自己呢是黄一白 在脸颊这个位置会有轻微的泛红 不是痘痘肌 但是会有一些少许的痘印 红血丝 在面中还有鼻翼这个位置呢 毛孔比较粗大 这个颜色我选的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因为它刚上脸呢 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奶油肌的效果 比我的脖子要白很多 过了20 30分钟 它会有轻微的氧化 那个时候就会和我本身皮肤的颜色 融合的特别好看了 它是有SPF34 PA两个加的这样一个防晒值 对于日常通勤族来说 这个防晒我觉得是够的 它的遮瑕力呢是在八成 我觉得对于气垫来说是非常非常优秀了 那上脸之后的妆效 是有轻微光泽的奶油肌 持妆效果呢 大概我觉得八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 再超过这个时间的话 它会有轻微的氧化 像正常如果你不是冷白皮的话 17N1的这个色号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盲选 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颜色 应该会在我的爱用物视频里面 再次出现的一个产品 接下来呢是我入的几只口红 第一只呢小众到我在网上 基本找不到任何的试色的图片 或者是视频 就一上嘴 说实话我真的是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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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 它口红的管身呢 就是很干净的一个珠光蜜白色 我选这个色号呢是12号Toasty 我跟你们说 我一上嘴就是一整个惊艳柱 它的质地呢是非常的滋润 很滑很细腻的那种 非常的丝滑 有如绸缎一般 但是你双嘴在抿的时候啊 又有很黏腻的感觉 润而不黏 是我对这种有光泽感的口红的极度追求 它的颜色非常像我手里的另外一支 就是Hira的462 也是非常非常火的一支颜色 Hira这支呢会有轻微的碾嘴 那这支呢就完全没有 它是在裸透的豆沙色的基础上呢 带一点微微的橘调 然后上嘴特别的显气质 有试过浓妆也有试过淡妆 我觉得它搭起来呢都很好看 那薄涂的效果呢就觉得嘴巴的那个状态特别好 没有任何的死皮的感觉 那厚涂的话 我觉得它是更适合你去画一些比较气质一点的妆容 因为它的显色度就会更好一点 就是刚刚好 一切都那么的刚刚好 2022